歡迎收看2月26日星期二得到英國新聞報導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這裡提提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與費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英國政府宣布冬結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外長拉夫羅夫的資產 也禁止俄國的權貴飛機進入英國領空 英國的財務部宣布對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俄國的外交部部長拉夫羅夫 發出經濟制裁通知 而英國的運輸大臣夏普斯也同時宣布 即日起禁止俄羅斯的私人飛機進入英國領空 英國運輸大臣夏普斯認為普京的行為是非法的 任何因為俄羅斯進入穆克蘭而獲利的人在英國都不受歡迎 英國政府已禁止俄羅斯最大的航空公司 俄羅斯航空飛到英國 最近英國政府情報部門軍情5處MI5的署長警告 中共和俄羅斯正在尋求國際霸主地位 干預英國議會 也從英國的商家和大學盜竊技術 MI5在之前曾經警告過 華人律師李禎區是中共的代言人 MI5的署長麥卡納姆最近接受每日郵報專訪時表示 英國需要為自己的價值觀、制度和民主生活方式挺身而出 他警告 中國和俄羅斯正在迫切地想要影響英國議會 他們針對英國的議員和顧問發起攻勢 從英國安全潛在威脅的角度來看 中國和俄羅斯對英國的威脅和恐怖主義幾乎相同 他又說在過去二十多年來 情報部門每次召開高層會議時 重點話題都是恐怖主義的威脅 例如是一些伊斯蘭國或其他恐怖組織 但近幾年現在的威脅改為 中國和俄羅斯的間諜和干預 MI5的署長有警告 烏克蘭危機可能會導致俄羅斯一系列的網絡攻擊 目標可能是英國政府機構、商界或醫院 他又批評英國的法例已經非常陳舊 令到情報部門綁手綁腳 例如是英國的政府機密法案 他說這個法案只是針對洩漏國家機密的英國官員 即是說如果英國官員洩漏信息就會被起訴 但如果外國政府的特工洩漏英國的機密 就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MI5的署長還披露 即使是普通的英國人都有機會受到 外國情報部門接近的目標 外國的特務可能會透過一些 LinkedIn或其他社交媒體去接近你們 下一則新聞 新加坡和英國昨天簽署了數位經濟協定 涵蓋電子支付、跨境資料流通、開放政府資訊、 海底電纜、線上消費者保護等範疇 官員表示這項數位經濟協定將有助提升數位貿易 令可信資料可以在安全數位環境下流通 新加坡之前已與智利、紐西蘭簽署了數位經濟協定 亦與澳洲簽署了數位經濟協定 下一則新聞 英國在2017年至2019年期間 將可再生利用的貨品運送給南亞國家斯里蘭卡 但斯里蘭卡後來發現 這些貨品根本不是可以再用的廢棄品 甚至有工作人員發現 裡面有遺體、內臟都混在裡面 散發惡臭 所以斯里蘭卡最近決定 將3000噸的垃圾物歸原主 最近將45個貨櫃運送到英國 本來斯里蘭卡的一家公司 從英國進口了這批垃圾 本來以為是可以用來做地毯、床墊等等的回收 誰知最後來發現 原來裡面有很多醫療廢物 甚至有一些人體的部位 一些屍體都在裡面 就完全不是所謂的可再用的貨品 所以根本用不到 早前 斯里蘭卡的環保組織 甚至提交了一份請願書 是要求將這些廢物物歸原主 斯里蘭卡法院在2020年通過了請願 是分批將上千噸的垃圾運回英國 今年2月21日 斯里蘭卡在可倫波港口 裝上了最後一批45個垃圾貨櫃 是完成運送這3000噸垃圾的任務 下一則新聞 英國政府在今週二宣布制裁五間俄羅斯銀行和三個俄羅斯有錢人 一度傳出車路士的俄羅斯籍班主艾巴莫域是其中一個人 但英國的外相卓偉斯澄清他現時並不是目標人物 但英國媒體就說55歲的艾巴莫域或被禁止去到英國 車路士班主艾巴莫域曾在2018年申請英國的投資移民 但被指他與俄羅斯政權關係密切 被迫放棄申請 雖然艾巴莫域這次未被擺入英國的制裁名單中 但多個英國媒體問外相卓偉斯時 卓偉斯都未能否認會放在制裁名單中 這位車路士的班主在2018年用猶太人的身份成功成為以色列公民 用這個途徑就入境英國最多逗留半年 最近一次就是去年的10月 報道又說艾巴莫域在垢申敦宮附近 擁有一座價值1.25億英鎊 即是大約13.17億港幣的別墅 下一則新聞 英國倫敦佳士德拍賣行 在今月9日至今月23日 舉行了一個年度罕見的 尹錫網上拍賣會 當中有一塊被視為全英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尹錫 在今週三以1.26萬美元 即大約9.8萬港幣 拍賣易手 比股價8,000美元貴了很多 以及比同樣重量的黃金貴了120多倍 這顆隕石好像一顆豆一樣大 重1.7克是黑色的隕石 在去年2月28日墮落在英國的溫習科姆這個地方 由於它包含了來自太陽系形成早期的原始化學物質 而當中的有機成分甚至比地球更加古老 所以這顆隕石非常罕有 拍賣會上還有另一個很奇怪的拍賣品 就是哥斯達尼加有一間九屋 它在2019年被隕石擊中 就穿了個洞那間九屋的屋頂 早前股價是高達30萬美元的這間九屋 但最多星期三拍賣時 只是用了4.41萬美元 即大約34萬港幣成交 遠遠低於初頭的股價 今個星期三的英國拍賣會上有大量稀有的隕石 不少的拍賣品都是受到觸目的 因為目前在全英國只有602塊同樣的隕石 由於大部分英國的隕石都放在英國的國家博物館裡面 是給世界各地的人去看 所以對於一些私人的收藏家來說 這次就是很難得的機會 他們可以買隕石去放在自己家裡收藏 下一則新聞 英國倫敦橋倫敦 Beach附近的薩薩克地區 幾天前有考古學家 發掘到保存完整的羅馬馬賽克 其中一部分有1800年歷史 考古團隊認為這是最近50年以來 在倫敦發現面積最大的羅馬馬賽克 由兩塊裝飾精美的雙板組成 其中較大的一塊可以追溯到公元兩世紀至三世紀初 考古學家表示 在德國的特里爾市 也發現了有相似設計的馬賽克 考古團隊推測 可能是當年出自同一個藝術家的手筆 而在發現馬賽克的地方附近 都找到一些華麗的採繪牆 水磨石風格和馬賽克地板 硬幣珠寶等等的痕跡 代表著那個地方曾經被有錢人住過 倫敦考古博物館表示 這是千載難逢的一大發現 能夠保存下來實在令人難以自信 估計這些馬賽克會先由專家團隊記錄評估之後 再送到外地保存收服 目前正在討論如何公開展出 最後跟大家說說英國疫情的最新統計數字 根據英國政府最新公布 在2月25日單日確診人數是31,933人 過去7日共有26924人 比在上7日下跌了20.7% 而死亡個案方面 在2月25日有120人死亡 過去7日共有845人死亡 比在上7日下跌了17.8% 入院的個案就是2月21日 單日有1169人入院 過去7日共有8053人入院 比在上7日下跌了9.4% 今集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提提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youtubepatreon的頻道 月費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